大家好,最近火爆全网的Chats,嘟嘟整合的增强版本又升级了 此次的增强V3版本更新了以下功能常文生成,中音混读,音色修复 在介绍升级之前,先回复网友的问题,许多人不会加笑声 把笑声拉到最高值9以后生成的语音还是没有笑声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在需要笑声的地方加上love命令就可以 我用四川美食这段话演示一下吧 我们先把笑声参数设置成9,直接生成后听听效果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但也有不辣的选择 果然没有笑声 我在需要笑声的位置插入last minute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但也有不辣的选择 怎么样有笑声了吧 如果你觉得笑声不够,那就再多加一个love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也有不辣的选择 如果还觉得不够,那就再加一个 对了,这里有个小技巧,如果生成的语音结尾太突兀 可以在最后面加一个逗号 这样在句子的结尾就不会有一种戛然而止的突兀感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但也有不辣的选择 我们听到虽然笑声有了,但是有点乱 如果想要一满意的效果,就要多生成几次 对于生成式AI抽卡是有必要的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也有不辣的选择 不管是笑声命令,还是停顿命令,你可以加在任意位置 四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也有不辣的 另外两个命令也是同样操作 这三个命令我贴在这里记不住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 再总结一下,想要一个perfect效果,一定要多抽卡 好了,进入今天的主题,介绍ChatTTsv3的升级功能 点击左上角的批量处理,这是我事先准备好的SRT文件 时长4分40秒,应该不算短了吧 把它拖入到工具中,我换个男人音色 其他选项保持默认,点击生成 这里我做了加速处理,我的4060Ti大概跑了15分钟左右 生成后打开输出文件夹 这里自动生成了一个和SRT文件名相同的文件夹 打开后里面分别是合并文件夹和切片文件夹 我们来听听效果 再来看看合并文件,生成的语音是5分46秒 我觉得速度相当可以 这个功能可以用来给爱情动作片配音 着急了自己喜欢的音色就OK 说到音色,v3版本增加了导入音色功能 点击右下方的帮助,再点击关于音色导入 进入音色库,这里大概有2000多种音色 点击音色ID试听 今天早晨市中心的主要道路因突发事故 造成了严重堵塞 请驾驶员朋友们注意 点击SIDID下载PG文件 回到工具界面 点击左侧的上传音色 上传刚才下载的PG文件 输入文字后点击生成 大家好,欢迎来到AI课堂 如果你喜欢这个音色 在音色名称这里起一个名字 然后点击保存音色配置 点击刷新配置列表 以后在使用时 再选择音色配置列表里就可以找到了 总结一下升级的功能 我喜欢SRT和音色库 我可以找几个喜欢的音色 来为自己喜欢的英文 或者日语电影配音了